有沒有看到民主政府黨黨團的代表 我們站在五分鐘好不好 二十號立院開議當天下午 民眾黨立院黨團總召黃國昌 臨時通知要協商 會議室內只有自家人吳春成 跟國民黨團幹事長洪孟凱 等不到民進黨 就是因為黃國昌 居然是在會議前三十分鐘才通知 民進黨缺席 讓黃國昌也幾乎像是在唱獨角戲 過去的朝野協商 通常會在前一天 甚至前兩天 那如果由院長所召開緊急的協商 我強調院長所召開緊急的協商 至少也都要有半天的一個開會通知 回到我的選區北投去服務選民 他以為大家閒閒沒事幹嗎 他以為所有的立委每天坐在冷氣房裡頭 在美光燈下作秀演戲才叫認真問政嗎 布置立委傻眼 藍營黨團幹部也被突襲 那如果是今天加開院會昨天不協商 那請問要什麼時候協商 如果我開會的通知是發在今天的話 那他們會不會又說那奇怪了你們今天要加開院會 今天才著急協商 那顯然是兒戲嘛 吵得飛飛揚揚 全是為了行政院長陳建仁 實安專案報告時間 原先民進黨規劃立委20號開議 就直接進行專案報告 總質詢順延到2月23號 但民眾黨團不接受 認為應該在21號加開院會 而簡言之 這提案也讓實安專案報告更晚登場 最快要到23號才能進行 實安議題重中之重 如今在國會殿堂當中 淪為議事攻防戰 下次選擇成績的就是GINN修讀 太不報道